线上的弟兄姐妹 敬拜堂的家人晚上好 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线上的主日崇拜聚会 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2021年的9月份 我愿大家都能够安好 感激大家在这么多个月里面 我们还是依然忠心来到线上聚会 虽然我们不能够相见 但是当我们在线上相见的时候 相信上帝也一样能够透过线上的聚会 神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风暴中靠主崛起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马可福音6章45-52节 这里说到 事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传 叫他们先渡到对岸的博塞大去 等他自己叫众人上开 他离开了他们就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耶稣独自在岸上 看见门徒辛辛苦苦地咬鲁 因为风不顺 天快亮的时候 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去 想要赶过他们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以为是鬼怪 就喊叫起来 门徒看 五十节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非常恐惧 耶稣立刻对他们说 放心吧 是我 不要怕 五十一节 于是上了船 和他们在一起 风就平静了 门徒心里十分惊奇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分禀这件事的意义 他们的心还是迟钝 让我们来祷告 父神今天晚上我们来交托 聆听上帝话语的时间 在你的手中 我们相信不管是讲的听的 都会蒙你的福 愿上帝你的话语 能够渗透在我们每一个人 献上的弟兄姐妹 敬拜堂的家人的心里面 使我们知道 在风暴中 我们依然能够靠主崛起 在风暴中 上帝你依然与我们同在 赐福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祷告 Amen 我们来看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多少人 会喜欢风暴的 想问问你 问问我自己 问问线上的大家 有谁会喜欢暴风雨的来临呢 有谁会喜欢这个暴风的领导呢 因为暴风的领导是让人很不舒服的 甚至是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很高危的 这个的情景里面 非常危急的一个处境里头 有些风暴我们可以看见是来自大自然 自然界的风暴 可能最近我们看见一些的新闻 一些的报道 在一些的国家里面因为暴风雨的袭击而导致 洪水来临使他们那些当地的居民流离失所 而且死伤也蛮严重的 而有一些风暴呢 只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所没有预料过的 可能甚至是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 所面临的一些的风暴 其实无论是谁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喜欢处在这个危急 高危的情况 甚至是可能时不时要面临这种暴风雨来袭的 这个的情景 但是的确在这个现今这个时刻 全球都面临着一个这样子一个风暴的状况 不管是在经济里面 在我们各自的家庭 可能在我们自己人生的旅程里面 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都会要面对自己每一个层面的风暴 不管喜欢不喜欢 我们都躲避不了 可能甚至你会看见一些的国家 他们必须要面临这种逃亡 逃命的情况等等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全球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好像渗入在这种乱糟糟的 动荡不安的局势里面 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的疑问 甚至会有一个疑惑 我们会问 神啊 你在哪里 上帝啊 这个世界是否会有平安呢 是否还依然存有上帝 你给我们的平安和盼望呢 正是因为如此啊 就算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局势 我们看不见上帝在哪里 但是我们知道神在风暴中 祂依然与我们同在 就是正因为如此 我们要紧紧抓住祂 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乃是靠着祂的绑壁 彻彻底底地寻求祂的面 寻求祂的恩典 来到去胜过 来到仰望祂 如果我们的眼睛是注目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我们只能够活在一种恐惧 一种常常处在那种水深火热 暴风里面 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况 可是当我们定睛仰望祂 当我们紧紧抓住神 依靠上帝的绑壁 我们必定能够定睛仰望祂 胜于这个世界 敬拜堂的家人 不管今天或今天晚上 或线上的朋友们 你所经历的人生风暴是什么 可能我们也正处在一种 水深火热的情况里面 但是要鼓励你 就是在风暴里面 上帝要告诉我们 祂没有忘记我们 祂依然要在你跟我的身上动工 祂依然要拯救你 祂依然要帮助你 因为上帝没有忘记你 上帝没有忘记我们 上帝没有把我们排除在外 所以弟兄姐妹 线上的家人 要鼓励你们 鼓励我们大家 我们真的要靠主在这个风暴中崛起 在这个风暴中崛起 所以我们要谨记 第一点 虽有风暴 但我们并不孤单 虽有风暴 但我们并不孤单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从未缺席过 因为上帝从未缺席 让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 马口福音六章四十五至四十八节 事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 叫他们先渡到对岸的博塞大去 等他自己叫众人散开 他离开了他们就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耶稣独自在岸上 看见门徒辛辛苦苦地摇卤 因为风不顺 天快亮的时候 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去 想要什么呢 赶过他们 让我们再看一看第四十七 跟四十八节 这里说到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耶稣独自在岸上 四十八节 看见门徒辛辛苦苦地摇卤 因为风不顺 天快亮的时候 耶稣在海面上 向他们走去 想要赶过他们 其实我们在这里看见 好像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耶稣要马上 催门徒上船 渡到对岸的博塞大去 自己上山 独自去祷告呢 是不是耶稣不要理睬 不要去管那些门徒们的啦 或者是他真的是需要独自的 一个的空间时间更复独处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 一直到四十八节 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是晓得门徒当时候的需要 他也晓得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你看到吗 就是在四十七节那边 到了晚上 当耶稣独自站在岸上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看见 门徒们在遭遇着这个风暴了 在遭遇着这个风浪 所以他要赶在他们的前头 要拯救他们 所以他就赶快的行走在水面上 要赶过他们 要来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是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耶稣是吩咐门徒 先渡到对岸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却没有缺席 耶稣是在 虽然是说 看起来好像在远处观察着他们 其实就好像耶稣 常常就在我们的身旁 他的心还是系着门徒的 他是观望着他们 他知道门徒们 所面对的需要 所面对那种风浪 所可能撑不住了 所以他要在水面上行走 他要越过他们 他要来到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点是 无论如何上帝都会与我们同在 他都必定会预备好 他自己随时来帮助我们 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 及时的协助 在这一个整个 这一年多可能那个大环境里面 看起来有时候我们的情况 我们所处在的一些的处境里面 我们人生的一些的处境 我们的属灵光景 我们的人生的历程等等 甚至是我们会觉得 我们家里的亲人都不是很理解 可能甚至可能我们想要 开口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开不了口 不知道从何竖起 不知道要如何去说 自己那种很难熬的心情 或者自己所面对的一些困难 患难问题一波又一波 真的不知道如何是说 虽然可能在外表上 在脸上 在可能在外形上面 看起来没有多大的事情 但是在内心里面那种的煎熬 没有人能够去理解 就好像一个人 默默承受这一切 但是要告诉你 弟兄姐妹 线上的家人们 上帝理解我们 就好像上帝 却看见门徒们的需要 虽然看起来 耶稣是独自上山 祷告去了在对岸 但是当他看见了 在对岸的门徒们 在那个船上 在摇摸着 风浪不平静的时候 他就赶快 在那里出现了 证明了什么呢 耶稣从没有缺席过 所以耶稣就渡到去 他们要渡船的 去的那个地方 那个博塞大去 来到需要帮助他们 最近可能有时候会看到 一些可能电视的剧情 很多的穿越剧 或者是时光的倒流 有时候我们会想 多么希望可以回到 可能我们年少的时光 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又或者是甚至 是疫情前的时刻 那有些人就会说 如果真的是 时光倒流的话呢 回到去以前 却好像又要重新 再走过一遍了 但是想问问 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真的是 能够有机会 回到从前的话 那个事情 是否会再重演呢 因为当时候 当下的我们 可能是年少无知 可能任性 可能犯罪 可能是真的是 做得很错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看见 从以前直到现在 其实上帝都没有放弃过我们 从以前直到现在 神都没有从我们的身边 祂的眼目 从来都没有从我们的身边 离开过 祂一直都是信实的 那么的帮助我们 试想一下 我们不要缅怀过去 可是当我们回顾的时候 当我们以前 怎么样一路走来 我们信主的年岁 我们是以前 是多么的荒唐 或者是还没有 信主的之前 上帝如何 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 上帝如何 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 经过人生 一场又一场的风暴 你是否可以想象 神的信实 就在当中了呢 虽然可能我们因为 大环境冲击的缘故 我们忘记了 我们可能不记得了 我们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 但是却不可以否认 上帝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甚至我们还没有认识祂 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刚刚信祂的时候 刚刚接受祂 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 神如何把我们 这种荒唐的岁月 把我们矫正 带领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祂如何介入我们的家庭 介入我们的经济 介入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人生里面 来做真正的调理 调整 医治 帮助呢 在很多各个的方面 我们都可以回想一下 神 如果祂以前如何信使 如果祂以前从未缺席过 如果祂以前常常都在 那么为何祂现在会不在了呢 那么为何祂现在就会缺席了呢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这一点是什么 就好像耶稣 看见门徒们的需要 祂看见门徒遇到风暴 所以祂就赶在他们的前面了 所以祂知道祂的需要 就像今天的我们 如果祂以前能够看见我们的需要 今天祂一样也能够看见我们的需要 以前祂陪我们一路走过 今天祂依然也能够陪你和我一同度过 因为祂没有放弃我们 我们常常其实在上里上 唱的这首歌 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限于在上里上唱的 但是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诗词 很美的一首的诗歌 它是影响了很多世代的一些的基督徒 因为它里面歌词很美丽的 它其实在背后我们都非常晓得 很熟悉这一个的创作者 他的故事 他的背景 这个John Newton 他曾经在海上经历过一场非常凶猛的暴风 他最后如何依靠神的拯救和恩典得以生还的故事 我们这里讲一讲约翰牛顿的这个故事 约翰牛顿他是1725年 他生于在英国的伦敦 父亲是西班牙人 他是一名以航海为生的船长 这个约翰的母亲 他本身是一名浅诚的基督徒 然后他从小 他就跟着他的母亲 这个约翰就是在教会受洗 然后在教会也读经唱诗 但是却自从在他比较年幼年少的时候 他的母亲病逝了过后 他的个性开始变得比较叛逆 比较很不一样的 他开始疏离远离神 甚至还在参与跟一些的商人 卖黑奴的这个行业里面 但是却有一次的暴风雨里面 所有的船员都非常害怕的时候 这个约翰牛顿却冒出了一句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上帝来怜悯我们 自从在那个的暴风雨袭击过后 当一些人平安 包括约翰牛顿平安到达岸上的时候 他的生命遭到了很大的改变 神改变了他的生命 神不只拯救了他 神也医治了他 神也改变了他 所以医治他的那种的心灵 也改变了他的生命 使他能够继续以创作 继续侍奉上帝 所以他创作了这首的歌曲 是非常感动的 他也伟生于神 这首祈以恩典 首先开始的歌词他如此说 祈以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世上 经我寻回 瞎眼 必得看见 这个是多么美丽 美妙的一首的诗歌 是出自于这个约翰牛顿的手笔 是来自于一个上帝 如何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 一名的人 传奇人物的身上 他的生命得到悔改过后 上帝如何拯救他 改变他生命 所写下来的这个的诗词 这个的诗歌 我们也一样的 我们也能够 就算是以前神如何信使 在今天 可能我们正在经历着风暴 但是上帝说 他不会理解我们 因为他没有把你和我排除在外 第二 虽有风暴 但上帝依然工作 虽有风暴 但上帝依然工作 我们来看 马可福音六章49-51节 马可福音六章49-51节 这里说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以为是鬼怪 就喊叫起来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 他非常恐惧 耶稣立刻对他们说 放心吧 是我 不要怕 于是上了船 和他们在一起 风就平静了 门徒心里 十分惊奇 某些事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 过了很久 过了许久 或者有一些的事物 沉淀了太久 可能太过习以为常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很容易忽略 甚至是在我们处在 这个很冲击的大环境里面 其实很容易使我们的眼目 转向去这个世界 而不是在上帝 导致我们忘记了 上帝 他今天依然工作 他今天依然是行神迹的神 因为我们的上帝 他依然掌权 他依然工作 他依然行其事 他依然做新的事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被一个的处境里面 我们锁在里头了 我们被风暴里面那种的难题 风暴里面的那种 人生难题给卡住了 我们挣扎 挣扎一直不断的拼命的挣扎 但是却忘记了要寻求上帝 看不见上帝 其实一直以来 他都在工作 因为我们一直处在不断 在那种的环境里面 我们失望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埋怨 我们投诉 我们一直问上帝 要到几时了呢 然后我们处在那种 灰心上知的里面 所以我们忘记了 其实上帝一直以来 就在我们的身旁 来到陪伴着我们 来到鼓励着我们 来到帮助着我们 来到倾听于我们 来到赐恩典给我们 就像耶稣看见门徒一样 门徒所面临的需要 门徒所面临的这个的风暴 那个船不稳定 耶稣怎么样做呢 他就马上走在水面上 赶过去了 所以其实耶稣不止留意 在以前门徒的时代 他们的一举一动 上帝今天也依然 留意你跟我的 每一个的脚步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的决定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的选择 我们在人生里面 所面临的一些的难题 可能难熬 可能煎熬 可能刚才我所说的 说不出口的那种的困难 上帝都知道 但是今天弟兄姐妹 上帝不要我们陷入在 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在绝望里面 看不到盼望 上帝要我们专注的是 在他那里 就是要盼望 在祷告中 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希望 我们可以看见盼望 我们可以透过 他的话语里面 我们有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 在整个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懂 很多的负面消息 在充斥着 很多不好的消息 每一天都是在新闻 在我们的手机 在我们的电脑 在科技 可能那些的电子器材里面 一直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们 这个世界有多糟糕 可是上帝不要我们 把眼目放在这个世界 有多糟糕 因为家人们 如果我们陷入在绝望里面 我们就中了 这个魔鬼的诡计了 因为绝望 绝不是上帝要我们看见的 就算我们活在 可能看起来一个动荡不安 可能很混乱的局势里面 可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上帝没有说他不把盼望 或者是把平安赐给我们 因为绝望 绝对是恶者 所带下来的欺骗 所以弟兄姐妹 敬拜堂的家人 我们不要陷入在这个的绝望里面 而灰心上志 不能够崛起 使我们一直陷入在绝望里面 而不能够起来 不能够信起来 而陷入在这个陷阱里面 而无法自拔 因为是我们盼望的上帝 祂是给我们盼望的 祂不要看见我们活到 到绝路里面 祂不要看见我们 到绝望里面 因为在上帝里面 是绝对不会有绝望的 因为在上帝里面 绝对是充满着盼望的 以赛亚书43章2节如此说 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 我必与你同在 你度过江河的时候 水必不淹没你 你从火中行走的时候 必不会烧伤 火焰也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 以赛亚书41章10节 如此说 不要惧怕 弟兄姐妹 不要惧怕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 因为我必与你同在 不要四处张望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 Amen 弟兄姐妹 我们醒来吧 我们在上帝里面是有丰盛的生命的 就好像约翰福音10章10节里面说到 仰来是要使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耶稣来 我们上帝来 要拯救我们 是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是的 就算是现在这个出景不是太好 就算是现在的经济 真的是非常糟糕 就算是很多国家的局势里面 看起来非常的动荡 很混乱 那些的政权 全部都乱糟糟 我们的平安 好像不见了 但是 应许我们的上帝 从来不会让我们觉得绝望的 他要给我们盼望 他要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 重拾我们对他的信心 我们仰望他 因为我们知道 虽然有风暴 可是风暴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靠主崛起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靠主崛起 这是非常一个令人振奋人心的事情 因为不管在任何的世代 不管是在平静 安稳 还是局势乱糟糟的情况 神他依然工作 因为他在不同的世代里面 神都会有他新的事情要工作 他都会来出现 来帮助我们 因为他从未缺席 所以不要惧怕 弟兄姐妹 不要惧怕 不要再四处张望 不要再四处找靠人 解决的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些局势 是我们所插手不了的 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本分 但是我们要依靠上帝 现在真的是更加要 依靠上帝的时刻了 就是因为在我们局势 掌握不到的一个情况里面 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 出井里头 在我们人生光景里头 我们好像看不见有什么 迷糊的方向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刻 弟兄姐妹 家人们 我们要信起来 我们要紧抓住上帝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神 有什么的蓝图 为我们前面而摆上 因为那不会使我们绝望的上帝 是赐给我们丰盛生命 盼望满满的上帝 因为他必定会帮助我们 他今天依然在你跟我生命 人生所面临的各个层面的 处境里面来工作 第三 虽有风暴 但我们要靠上帝崛起 虽有风暴 但我们要靠上帝崛起 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 五十一节如此说 于是上了船 和他们在一起 风就平静了 门徒心里十分的惊奇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分禀这件事的意义 他们的心还是迟钝 门徒其实在耶稣 还没有吩咐他们 要渡到对岸的时候 其实之前 耶稣已经透过 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 喂饱了五千人 门徒们其实也是看了 这个的神迹 而且他们也收拾起来 那些吃剩下的零碎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那么门徒有多少位呢 十二位 刚刚好就是十二位门徒 一人一手拿 一个的篮子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拥抱着 这十二篮子 里面充满着耶稣所行的神迹 这个五饼二鱼 我们来看 接下来马太福音 八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耶稣却对他们说 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害怕呢 他就起来斥责 风和海 风浪就平静了 众人都惊奇说 这是什么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我们再来看多一处的经文 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 他们又惧怕 又稀奇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他丰富风浪 连风浪也听从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不断 有两段 这个的经文的引用 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其实在这里 就是像门徒 要说 要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的信心 在以上不同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从不同的角度 直到今时今日 其实耶稣依然 他拥有权柄 依然拥有能力 他依然拥有行 神迹的这个能力 所以如果我们要靠 上帝绝集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好像门徒这样子 当初不明白 心愚获了 或者是迟钝了 一直在那里 自己拼命的 在那边划船 自己拼命的挣扎 自己拼命的逃命 其实数不知 上帝一直都在我们的身旁 他一直都在 他一直都在 为什么我们不要呼求他呢 上帝并没有烟灭 而不顾我们 上帝他依然都在 所以不要再靠自己 再拼命努力的划船了 我们要的就是上帝 我们要呼求 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上帝 我们身旁的上帝 上帝会跟我们说 孩子啊 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你所需要的 就是上帝的力量 就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帮助 因为上帝的力量 上帝的帮助和恩典 是超过我们人所有的力量 我们人的力量很有限制 我们人的思维跟思想也很有限制 但是当上帝赐下他自己的智慧 当上帝赐下他自己的谋略 他必定能够使我们在 可能很多不同层面的生命当中的 可能在我们生意的 在我们事业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很多方面 他会给我们智慧 他会给我们谋略 他会给我们行动力 他会来帮助我们 是我们会遭遇风暴 我们会遭遇问题 但是他的应许是 他不会撇下我们 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 而且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 而我们的信心 就是要来仰望他 不要来看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的盼望 就是在上帝那里 我们的盼望 就是在上帝那里 而不是在这个负面的世界里面 是的 主啊 今天来帮助我们的心 使我们知道 当我们要继续仰望上帝的时候 是的 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软弱 可能我们因为很多人周遭的环境 那种事实摆在眼前的心情 使我们忘记了 其实上帝他一直都在 他一直都在 并且他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环境里面来崛起 有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可能我们看不见 其实上帝一直在工作 他也在做心事 而且 当耶稣向门徒说 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怕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这句话都足以安慰了 门徒们 就知道 是我 是耶稣 就是耶稣 耶稣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今天我们有多少个人 我们可能是说选择 我不要再听上帝的声音 很烦的 我不要再 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我的情况要怎么样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可是今天 今天晚上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选择 我们跟神说 主啊 我要呼求你的名字 多于看我自己的问题 我要看你的面 我要寻求你的帮助 多于我自己的困境 多于我自己的光景 使我们能够知道 上帝啊 你给我一句话 神啊 你给我你的话语 我就知道 我能够明白 我不只能够安慰我 不只能够带领我 走出困境 因为上帝不只是把 安慰跟鼓励的话 停在那里而已 而远地不动 但是他会继续的前进 带领着我们 把他鼓励安慰的话语 也同时发挥他的行动力 你可以看见 当耶稣如何赶在前头 在门徒的前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上帝 他今天依然是行动力满满的神 他要在我们的面前 他要在我们的 所面对的困境里面 他要做一个伟大的神迹 是可能 不只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甚至是我们眼睛耳朵 未曾听见的心事 就在我们敬拜堂家人的当中 Amen 所以 如果我们知道 好像门徒一样 我们要学习的一样东西是 如果从以前到现在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神迹的话 我们都已经知道 到今天为止 神 他依然是在工作的 很多时候 我们好像门徒一样 我们的手里面 抱满着那十二个装满的 所剩下的那零碎的那种神迹 其实耶稣就是要我们看见 我们已经拥有了 我们已经见证过了 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但是为什么 我们在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不敢相信了呢 为什么在今天的局势里面 我们就失去信心了呢 是不是绝望已经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是不是失望和痛哭流泪 使我们失去了信心 今天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心 因为上帝要我们依靠他来胜过 要在我们的问题困难中 我们要寻求他的帮助 因为那曾经栽满着这十二个篮子的神迹 今天也依然能够发生在你跟我的身上 因为我们都是神迹的这个见证者 今天如果在线上能够观看这个聚会的 出席聚会的你们 当我们信主的 我们都是神迹的 见证者 也参与在里面的 所以上帝要我们的是什么呢 要在风暴中来崛起 靠他一同的 不是自己孤身一人 是乘风破浪的 前进一步一步的近况 而突破我们现有的这个的景况 跟限制 Amen 今天晚上 我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 但是可能在这段的日子里面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我还可以啦 我还很好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只有你自己内心里面才知道 可能很多时候你已经撑不下去了 可是为了家人亲人的缘故 你还是硬撑 你不敢去表露出来 在他们的面前 你那种失望 你那种可能面临 那种挫败 那种很辛苦的心境 今天晚上 我们好不好 在主面前 完全的把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忧愁 我们所忧心的 我们的恐惧 我们的惊慌 我们的失措 我们其他的东西 可能疑惑等等 今天晚上 我们交给他吧 我们交给他吧 让我们来高高举起我们的手 跟神说 主啊 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在你面前承认 有时候 可能甚至是在 这个的大环境里面 我真的是遇到很多的憧憬 我真的是很软弱 让我们帮助我们自己 接纳我们自己 就像耶稣你 接纳我们 承认我们的局限 承认我们的有限 转而 我们要把眼目 转向你 我们要把盼望 放在你那里 因为你是次盼望的神 你是次应许的神 你必定会在我们的困境 光景里面 来做新的事 你必在风暴当中 使我们崛起 带领我们 乘风破浪 突破陷阱 Amen Mensi的主 今天晚上 每个人 在线上的你们 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 我们都要跟主说 主啊 我要仰望你 我要仰望你 比任何一个时刻 更加要亲近你 仰望你 注目你 是的主 来带领我 乘风破浪 来带领我在风暴中 靠你 是靠耶稣的能力 全并 胜过 崛起的 父神 教托我们 每个弟兄姐妹 在神你的手中 父啊 你深知我们 每一个人的需要 祝福 我们敬拜堂的家人 献上的朋友 和每一个 出席聚会的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 使我们再次恢复 我们 对你那种的信心 使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 曾经拥抱着 神迹的见证者 和经历者 今天 我们一样 也能够经历到神迹 因为上帝 你必定应许我们 带领我们 穿越风暴 在风暴中崛起 与我们一起 度过难关 与我们一同的 乘风破浪 去突破 我们人生现有的 这个困境 主 今天晚上 赐下你的平安 赐下你的盼望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 恢复我们 失去已久的喜乐 主啊 我们要在你里面 享有这个 满满的喜乐 满满的平安 满满的盼望 今天晚上 耶稣 愿你的平安 愿你的盼望 愿你的喜乐 都能够临到 我们每一个 弟兄姐妹的身上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祝福他们 是的 主 将以下祷告交托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是的 因为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得胜有余的 如果在线上 观看这个聚会的你 你不是基督徒的 你很想接受耶稣 成为你生命中 个人的救主的 鼓励你 你可以踏出这一步 因为耶稣爱你 耶稣必定能够在 你的风暴当中 来拯救你 成为你及时的帮助 如果你要接受耶稣 请跟着我 做如此的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交托我的生命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现在相信 能够靠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所流出的宝血 能够洗尽和赦免我的罪 我现在要邀请你 进入我的生命 做我的主 和我的救主 并且教导我 能够一生一世 跟随你 爱你 因为你爱我 耶稣 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 Amen 恭喜你 已经生命得救 进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想兴趣 你可以在我们的 官方的网站 或者是我们的脸书页 在留言区里面 你可以写下你的留言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 也可以更多的去留意 我们线上的聚会和活动 上帝祝福你 现在我们要预备 我们的心 来领受今晚的圣餐 我先跟大家 讲一讲这个的经文 彼得前书15章57节 他如此说道 感谢神 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可以得胜 感谢上帝在两千多年前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 而使我们得了这个永生 永恒的生命 使我们不只能够胜过罪 胜过死亡 也使我们能够胜过律法 能够在祂的爱和恩典里面 来得救 今天晚上 来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当我们拿起这个饼的时候 我们一同来拿起这个饼 我们要纪念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他身上所受的这个鞭伤 使我们能够得到医治 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慰 当我们在享用这个饼的时候 让我们纪念耶稣如何 透过祂身体上所受的鞭伤 祂能够来医治我们 Amen 让我们一起来享用这个饼 现在我们来举起我们的杯 这个手上的杯 也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 因着祂的宝血 祂能够使我们这些有罪的 变成无罪的 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能够进入救恩里面 享有祂丰富的恩典 当我们来享用这个杯的时候 主啊 跟上帝说 感谢祢 感谢祢在十字架上 所流出的宝血 使我们能够有生命 主啊 谢谢祢 谢谢祢 让我们来一同地享用这个的杯 让我们来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 愿主耶稣 今天晚上 不只用祢的话语来祝福我们 也愿当我们来纪念 上帝 祢在两千多年前 祢才派祢的独生儿子 为我们使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能够纪念 神 祢如此地爱我们 也愿 当我们纪念祢的同时 神啊 我们要知道 祢给我们的救恩 是 充满着上帝祢的恩典 也求祢祢祝福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不管他们出 他们入 神 祢都会来保护他们 祢都会来到 去保守着他们 使我们有平安 使我们有喜乐 也愿上帝 祢的荣光照耀在 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使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能够哼通 都有上帝 祢的带领 求主 祢祝福他们 谢谢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祷告 Amen 愿今天晚上 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 也愿平安喜乐 充满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